小姐 小姐 新的方子已经现效 咱们这儿的重症患者 已经有了明显好转的迹象 好 只是 各处送来的新增患者 却还是有增无间 我来试动 小姐 小姐 此事万万不可 你还需要主治大学 一定不能冒这个险啊 国有神弄是长白草 和有花驼是麻肺散 况且 知道本就是我分内之事 可是此处大夫本来就紧缺 我们 我们还是再想想其他法子 不用再想了 这个事情我已做了决定 小子 要不你来试试 陆大人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没有那么多下人为我卖命 我只能毛遂自荐了 世子 陆大人 难道 你想留下来跟我一起中斗吗 语大人 晴大人 赢了 还有什么改天 是 你们准备手 你们想解决了 除了 -'你没得选择了 一个决大人 和托分手 一항毫满 沙子 你真想好了 来吧 是不是为了我 陈国公一生鞠躬尽瘁 他风骨的传承 不仅仅存在于血脉这么简单 我身为陈国公之子 我不在乎什么荣华富贵 我在乎的是 天下苍生 皇城内的人不受斗毒之苦 而皇城外的人 却生死难料 没有预防之法 你怎能让我羞口包裹呢 我作是你 能否心安呢 来 楚瘦 一旦斗毒注入体内 我便无法控制 怎么样 感觉如何 有点渴 渴 我还吃这个 吃橘子 我剥给你 你把手给我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好 你觉得身子发热吗 也还好 你听着 一会儿你去睡一会儿 把精神养好 我就守在这儿 有任何问题一定要教我 知道吗 你还吃橘子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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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不舍 与天骄装 若回忆开说 深深如雨下落 相机难相逢 泪泼索 来吧 歹风无声 道险速星伤痕 一场雨里分不敢浮沉 独醒了 往事回眸如深 藏尽喜爱恨 熟悉天真 别顾忍 相望回忆放棍 却只感梦里温柔几分 这一吻 与你情节沸腾 傻花里温存 绕乱星辰 相遇数作人 数相恨完整 相遇恨 卫背情团 九龄 窦渡凶猛 但你一向行事步步精巧 这次 也可以像以前一样 要到病处 妙手回春吧 共赴这城城 当繁华几寸 冲写人生 回眸心疼 余生有你共 只剩分不顾身的 星辰 君小姐 你每次都能化些美意 这次你定能制造成功 你再说一会儿吧 怎么样了 她 刚看过 世贼还没有推热 好在是开始发痘了 这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目前来看 算是好消息吧 小姐 这两人你照顾病患和世子言 身子太过劳累 要不你先去休息一下吧 治理我 你也没睡 你现在去睡会儿 我来照顾她 小姐 君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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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个新病人 怎么了 她是症状我没见过 有些棘手 快 降温的时候别碰到窦家 有消息随时通知我 好的小姐 快走 君大夫 这儿 君大夫来了 让一下 来 请让一下 君大夫 这是新来的病人 一直口吐白沫 和其他病人症状不同啊 病人这是冷泄之症 不能再用缠腿了 否则表虚更深 那应该有什么方子 得先把病情稳住 用目相散 胜错一击 水一钟 减八分 快去 好 马上去 先把病情压制住 最近没有死人 是不是痘医算是控制住了 不能懈怠 加强所有人的监测 冯大夫 给她的内拖伞里 加一点人参当归 痘疮中的血脓 可以发得快一点 今日多亏了你啊 小姐 小姐 世子爷情况有变 你赶紧去看看 快 帮我盯一下 好 朱三 朱三 这怎么回事 刚才还好好的 突然就这样了 都没有完全发出来 那会怎么样 痘毒就还在体内 那世子爷他 看他能否扛得住 只有他自己才能熬过这一块 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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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子爷 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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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子爷 朱三 小姐 小姐 你干什么啊 小姐 朱三 朱三 有我在我陪你 你答应过我 十斗成功 救天下苍生 你答应过我和我共进退 朱三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就不可以反悔 琳琼 你答应我 要快点醒过来 要挺过这一关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对不起 让你等了这么久 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看到了 如果你能醒过来 如果你能醒过来 我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好不好 在泽州 马京楼 你救了我一次 在静云楼 有刺客 你救了我一次 在汝南悬崖边 你救了我一次 元宝差点发现我的时候 你也救了我一次 陆云琪 在九龄堂闹事的时候 朱三 你救了我那么多次 让我救你一次 让我救你一次 行吗 李 朱 朱三 朱三 你醒了 那 陆男人 初九龄 你回来了 我 不知道陆大人在说什么 你当然知道 你相信魂魄传世吗 我不信 我信 你就知道 我是君九龄 楚九龄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的身份 我不知道陆大人何意 我的意思你早就应该明白 你还活着 对不对 陆大人玩忽职守 就不怕陛下治你的罪吗 重要吗 我在乎的只有你 你在乎谁跟我没关系 你要找的人也不是我 我现在在坚要烦请陆大人 不要妨碍我 朱三是不是教过你九龄 在他昏迷的时候 你是不是答应了 看来大人不仅不务正业 还喜欢连亏必听啊 是啊 我是答应了 他叫的就是我 就算他叫的不是我 他为百姓冒死失斗 我情急之下硬一声 又有什么不可能 你千里迢迢地来到京城 开设九龄堂 我几次威逼你改名字 你不肯改 还有你的药房 你的字跟他一模一样 上次我在淮王府 你看起来比九龄公主还要担心 你能不能不要再演了 我不想再猜了 陆大人 这一切都是你妄想的推测而已 他是他我是我 我做任何事情 不需要跟你解释 你可以骗过别人 但你骗不了我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我这辈子 都不会放过你 我知道他是你心中的执念 但他已经走了 就算他在世 也不希望看到你对我这样吧 陆大人 面对现实吧 你也爱过人吗 你也爱过人吗 有病 人家有病 在世到世家的陆王家 可不可以啊 是我们昨日探讨过的方子 可行 君大夫 你看一下这方子 还缺不缺什么药 人参当归 再加两斤 去吧 好 拿好啊 来来来 小心烫啊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没戴面纱快回去 你 我试过痘了 你忘了 我忘了 你感觉怎么样 我好多了 好几年没合眼了吧 辛苦了 打听广众之下这么多人 干吗 我看痘 谁看你啊 恢复得很好 看来这个方子有效 所以成功了吗 不算成功 给孩童的还要再试 还需要孩子试痘吗 对 一会儿还要再辛苦你一下 在所不辞 世子身上的痘毒 毒性会更小些 也会更安全一些 但是大家切记 痘苗一定要取 蜡状光泽 肥大厚实的才好 明白了 那我便把世子交给诸位了 好 行 小姐 这是按你的吩咐 调配好的补药 就按照这个来配 多配起伏 好 快去吧 走啊 他擅离青山别院就是抗旨 抗旨就得死 陆大人前来何事啊 你说呢 我与诸位大夫一直在大殿议室 确实不知 好 那你把朱赞叫出来 我有话要问他 陆大人既然要找世子 自己去问便是 何必来问我 你的意思 是不肯叫喽 所以 成功吗 不算成功 给孩童的还要再试 还需要孩子试斗吗 难道 他真的去找试斗的孩童了 你们都帮朱赞 那就是违抗生命 都得死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